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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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在成品的讀者朋友大家午安好 那我就来开始今天下午的一个 两本书的新书报表会 那 听说这是全台湾最艰难的一种演讲场地 所以在台上座谈讲话 基本上都很大的挑战 没有压力 但是我想我们下午 基本上就是希望把 这张本其实非常有意义的书 特别是 如果大家最关心时事的话 最近所有的 Hot Issue 很重要的国内争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司法 司法底细在这个 台湾社会扮演的角色 以及他所呈现的一些问题 是什么 我想这两本书 今天两本书 KDD 杀人事件 听这个名字 如果对侦探小说 或是推理小说有兴趣的朋友 我仿得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那另外一本书叫五彩青春 这两本书基本上 主要的关心是两个个案 司法的个案 那么司法体系 在一个社会里面 它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什么 以及它存在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这两本书 背后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透过两个个案 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台湾人权助记会的副会长 我是邱玉玲 我现在在屏东 教育大学教书 那今天还有另外两位 是远从北部下来的朋友 他们两位就是今天 这两本书 其中一本的五彩青春 这样一个个案里面的 这个 当事人 主角 他们两个现在坐在台上 超级紧张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子 但是比起这个紧张 他们过去的遭遇 我想 是大过 困难过 数百倍 数千倍 他们曾经在死刑的阴影 比较活过二十一年 从年轻到 现在 我们这个 这个 那他们是北部下来的 刘敏郎跟庄亭勋 这两位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来 让他们分享一下 这个 我们屏障的人都很难想像 在冤狱里面 度过一天 我们恐怕就很难想像 自己怎么过 他们在 家里的阴影底下 过了二十一年 而这二十一年 是台湾的司法体系 给他们的 好 那这两本书 我想我先谈第一本 就是十三亿 这个KTV杀人事件 简单来讲 它是一个个案 那么有一位 这个正信者 因为这个案子 被判了死 目前是已经三选定焉 只要是保护部长 签了名 盖了张 就可以执行枪决 那枪决的理由是 因为它 妨碍了 这个社会的良善 他犯了杀人罪 这样子 那么一个司法体系 如果要定人罪 特別是这样严重的罪 它必须要一定的程序 我们看到的司法体系 走过了所有这样的程序 但是程序的内容 却是让人家眼睛快要掉下来 简单讲 你要定人罪 要有人证 物证 但是没有 完全没有 那细节 我想我就 不多 在书里面这样子 那我们很遗憾的就是说 台湾到了 21世纪 这样的事情 还在发生 也就是我们司法体系 在面对自己的错误 也就是说 或者是说 各大学 法律系教的 基本的 就是诉讼的基本的原则 无罪推定 这四个字 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 似乎还没有获得 大家一致的共识 那仅凭着一个自白 行求的自白 而偏偏行求 还被录音录打 这个在邱鲁顺的案子里面是很清楚的 那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的司法体系 还可以 以你我之名 要把这样的人 执行事情 抢避掉 那所以我们 这个对我们来说 可能 不一定都跟我们之间相关 因为我想我不会那么倒霉 我也不会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但是 我们的司法 在犯错的时候 就是 他就是会找 找谁 那今天另外一本书 叫五彩青春 这个案子是过去的二十一年 台湾非常 司法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 那它是发生在一九九一年 九一年 可以应该是九一年 那再细止了一个案子 一对 夫妻 在半夜被杀害 那 杀害的现场有才到子文 那子文是一位 叫王文笑 他当时在服役 他放假回家 然后潜入隔壁邻居 然后 杀人窃盗取材 那有证据 所以王文笑很快就被 这个 逮到 然后这个 进行 这个 侦查 但是有一天 他的口供突然改了 从一人犯案 变成四人犯案 那旧警察立场 如果有四人犯案 那我们当然就赶快去追查 好 那就追查 那四人到底是谁 如果大家看过一个纪录片 叫做 《倒国杀人记事》的话 这是公共电视在2000年 拍的一个纪录片 你会发现当时的警察到底要抓谁 也搞不清楚 那其实就是一个逻辑 把一对夫妻 然后砍了好像是七十几刀 一定不是只有一个人做 警察一定会有很多人 那么我指纹里面逮到一个人 所以我就行雄 说 还有谁 一定不止你一个 故事就像这样子 有点像小孩子 说小话这样子 等个推测开始 那么造成了一个二十一年的约录 那么 四个 因为现场有四个职位 但是后来印了四个人 是同一个人的职位 但是不管 警察当时不管 就是要抓人 所以呢 就是从邻居 朋友 同学 开始 包括今天两位主角 就是当内 三位被 这个 警察 抓到细子 抓到细子 抓到细子分局 三个年轻人 当时十九岁 其实十九岁 差不多 跟在讲很多朋友都一样 年轻的朋友一样 那 那 被抓到细子分局 莫名其妙 有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唯一有的证据就是 这位被 这个 这个 王玉孝的 这个 这个 自白 那后来他讲 他也是被打 但是这个自白 已经形成了 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 他就形成了他自己的效力 开始去编故事 开始去编故事 那么这个案子 发生之后 其实社会里面是 没有人去关心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是没有人关心 因为发生了这么 惨绝人怀的事情 大家就觉得 如果你 被警察抓了 那大概就是你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 这个 这个司法体系 赶快处理掉 以还给这两个夫妻公道 那 所以在91年到93 94年 这个司法侦查 速度非常快 那我就马上叫他们三人 死刑定验 三 有没有证据 完全没有证据 比如说举个例 这个在书里面 其实都看得到 呃 这个 警察说他们是 就是 先肩后杀 先肩后杀 然后晚了 到浴室清洗 然后 四个人就离开 那你想想看 现场如果采集毛宝 采到 如果只有清洗 有大量血迹 那么 他在现场 应该会留下 除了那对夫妻之外 四位杀人凶手的 整个都会留在现场 但是现场毛宝 只有 这个 夫妻两个 那么我们的法官怎么说呢 我们的法官说 他们是用清洗 然后 把证据都剪走 这个是在我们的司法里 居然可以做这么 有被常理的推断 简单讲 他们四个人 犯案之后 清洗完 然后把自己的毛髮都剪走 这样子 那 这个明显 依据从哪里来 依据是从警方的 警察局的自白 那警察局的自白 从哪里来 就是从刑囚 那包括監察院在内 也对细史分局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纠正 就是他们正办的过程 你们针对刑囚 以及非法取共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的司法理系 没有办法给他们碰到 没有办法 所以一审 二审 三审 那我一直到1995年 即将执行浅系 检查董导 当时的检查董导 是马英九 就提出了非常上述 陈寒 应该是陈寒 保护部长是马英九 提出了非常上述 这个案子才开始 受到社会注意 怎么可以在完全没有证据 的状况底下 而且三个人 从离开警察局之后 就是声称被刑囚 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居然被把三个人持续判 这么多事情 希望我们的检察官去判错 你们起诉错 希望我们的警察认错 说你们真本一开始就犯错 那个曾经声援过的人 从我们很常见的人权团体 到各大学教授 到所有法律系的教授 艺文件人士 电影导演 连当时 大家如果还记得以前 我有一个 民意机构 叫国民代表大会 都曾经 连署 希望我们的司法 底细 赶快终止 这个莫名其妙的案子 但是 一个司法底细的认错 没有那么简单 一直到现在 终于 我们在去年 8月31号 他们终于 最后确定 不最顶限 所以 他们是 自由之身 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他们是自由之身 真的不自由是台湾的司法 讲白一点 我们另外一个形容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最起码有机会 不用再被限制 公立被让 限制居所 但是他们这样 那今天他们可以到高雄 来跟我们分享 刚从 罚警 帮我们解开脚僚的时候 其实我们走路是很不穩 因为 我们在 看守所 的12年当中 是 24小时 要带着3公斤重的脚僚 我刚住来那两三天 其实 下楼梯跌了两三次 让我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过马路 因为 那个时候 我是不敢过马路 我有一次 自己过马路 明明看车子很远 可是 我一过马路 走到路中间的时候 车子已经快到我面前 那我就 赶快跑回 连续两三次以后 旁边有一个人说 啊 年轻人你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要过马路 都过到一半就跑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那 之后来有一个 有一个算 住在我家库庭 他认出我 然后他就 他就过来 带着我过马路 那 那 我家人从那一次以后 我哥就 他也没去工作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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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陪我 没有适应 适应我刚出来的沙漏 我从初来 大概 经过两个月 我 我才比较能够适应 就是 现在的生活 那 那 要不然 在之前 其实 其实我 我的记忆是 停留在我 十九岁来的时候 那 经过 没关的十二年 其实 对整个 整个人的心态 其实 那个落差还蛮大的 那 总 你会发觉说 我从十九岁到三十岁 这十二年 其实 我的人生是一段空白 那 那 那虽然说 这十二年 十二年的记忆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 就 就 就我 租社会 我宁愿这段时间是空白的 因为 我不希望说 我相信这段时间的照顾 那 常常 常常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 我 还是 会去想到说 为什么我的人生 会 控制 那 那 当想起的时候 其实 情绪跟心情是很不好 那所以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其实 我的睡眠状况 其实还都是很危险 就是 只要一个人 尤其是晚上 静下来 就很满意想到 我觉得 尤其 家里 家里 家里又放了很多 很多 如果 跟 跟这个书一样 相关 相关的 书籍啊 那 那又 随处都看得到 在自己的房间 随处都看得到 那 那 那你说要 要完全说 忘记 我经历过的 这个案子 其实 真的还很难 在面对 警察 在逮捕我的时候 完全没有 罪证可以证明说 我有 涉及杀人 什么证据都没有 十九岁 等于说 对 人生的力量 我什么都不够 然后 又突起来 什么 一条 什么 松 松 什么 然后就 把你 把你剥夺 就是这样 然后就进去法院诉讼 然后 而且诉讼又 很 融杂 非常漫长 然后 直到我 现在 能坐在这里 其实 是二十 一年后的 十人 那你看 多漫长 那我 民事的部分 我还没接触 这 真的是 不是用 那个什么 草字头还有一个古字来形容 古啊 那 那不足以形容 那 那 当初被判死刑 那 脑子就散播说 哪有可能 然后后来又被判蜀队 那 那 一样 答案都是一样 哪有可能 就 从头至尾就是两个答案都 在 脑中谈过 哪有可能 被判死刑 被判死刑 我 我心里是 心之度盈 我没有做这种案子 为什么我也被判死刑 就是因为我笔路有承认 他 判我死刑 而不是用证据来判我死刑 有很多方法可以取得 而不是证据 证据是非常难以取得 而且 所谓 有没有 你们经常看到电视 还给我一个公道 什么的 那根本 真的是 他们是非常 弱势的一款 然后 你们 如果有印象 你们要看新闻的话 这个就是 他们在面对司法的无奈 那我今天能坐在这里 就是 靠着非常 非常 广大的社会 一些 贤打而是 然后我才有办法 今天才有办法 坐在这边 然后 讲自己的遭遇 其实我 我作为一个人权团体的工作者 我们一直很挣扎 要不要让他们 再来 谈这个案例 对我们来说 没听过的增广建议 有听过的人 就希望更多人可以知道 希望可以达到社会肯定 是吧 但是对他们 当事人来说 我想那个都是非常 大的一种交战 去面对过去那样一个 去面对过去那样一个 刚刚林军讲的 我 那个其实是 大家可以从这两句话 你会体会 第一次被判折禁 怎么有可能 那是什么 那背后是对于司法的信赖 对不对 警察我会反来 警察我会踢手 但最起码 我们希望有个法官啊 我们有个包清片 你可以明辨是非嘛 怎么有可能你会判我死刑 那包吾 比如刚刚谈民事还在禁止 那其实司法界还是有 一个力量 不愿意认错 还在进行当中 两位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 想要你们回忆过去 一二十年的经历 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想说 是什么原因支撑你们 这样子在 十几年在牢狱里面 包括出来之后 这样子的奋斗 可以让你们坚持下去 这是我想了解的 谢谢 当时我遇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前几年 我们 被关在里面 除了家人跟律师 在为我 努力以外 其实 我们三个是被社会 被国家社会委屈的 那 随着时间 就是 一直到最高法院 我们三成定年 八个四年之后 其实这三年半的时间均一 我的心理状态是 越来越 怨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那 因为 我没有做这个案子 可是 我一直 我跟我家人 跟我的律师 一直在努力 努力找证据来 平堂我的案子 可是 做了这么久 这么多的努力 最后还是 还是 还是 没有办法 为自己 平堂冤情 那 那 那个时候 其实 自己心里 很怨恨的 那 一直到了 八十四年 二 二月二十几号 所以 检察董导 帮我们提 非常上述以后 那 那个时候 跆拳会 是第一个 声援我们 案子来帮我们的 那 从那个时候 才慢慢 我们的这个案子 才慢慢 慢慢在 媒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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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才 才 有更多更多 的人来 关心这个案子 那 那个时候 声援我们的人 越来越多 那 很多 很多 很多关心我们人们的 他们 每个星期 都会固定去 看出所看 那 那 那个时候 我是慢慢感受说 其实 虽然 有一大部分的人 一直在冤枉 我们要当人 可是 有更大部分的人 一直在 知道我们之后 一直在关心我们 帮助 那 从那个时候 我来 看到说 其实 忍性的光明面 还是有 那 从那个时候 才慢慢的 把自己的 心态调整过 就是 一直到 我们 叛国队出来的时候 其实 你说 问我 问我现在还 会不会恨他们 其实 我是不会去恨他们 但是你说 要我原谅他们 我是做不到的 那 因为心中 如果还有恨的话 我会想去报名 那 这样对我来说 无限的 会比较好 那 那 那 之所以我会撑过来 是 因为 有太多太多的人 我们 再努力 再帮他们 如果说 我们在里面 没有撑下去的话 其实 就像我 我家人 曾经 去看我的时候 跟我讲 然后说 你们三个如果撑不下去 打了 你叫外面这些人 怎么办 那 就是因为 这样 所以 我们三个 其实 在里面 就只有一个信念 我们要活下来 那至于说 我们能做什么 那 那不重要 那时候会想说 只要我们活下来 至少外面有办法做事的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动力 会去 能够去 能够去 是 我觉得这既然是一个 原理的话 那 那 就是 你可以去申请什么 一个例如赔偿 就是多点之类的 那 这些法官对我们 本来就是 特别 没有磨砂成 对 真的就很不爽 不用再讲说 有什么赔偿 然后 他是 以 本来那个 行 其实 原就而是 国家 赔偿法制 以 说 误判 今天误判 行事 最少是 一天是从三千到五千 开始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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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行事补偿法的 法官生理 我们是 以 我们的学历 那等同是在修理我们 也是在修辱我们 然后 然后说 我们学历 国中 一天 一千一 然后 高中 一千二 然后等 等于说 这个法律 是由他们 自己在 看他们自己心情 kimochi 他们kimochi 爽就 好 多给你一百 然后 这个 在日 就是 在我们比较 离近国家 是日本 是不会有发生的 他们 如果 生生物胖 他们会有 面对的 就是我刚刚 为什么讲说 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 还有一股力量 不愿意认错 比如说 他们在审理他们的赔偿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 你会不会 这个 你应该去 考虑的就是 赔多少 对不对 但是法官现在为什么 出现了 出现了 你领到赔偿金之后 要干嘛 要不要捐出来做公益啊 这是我们的法官 这是我们的法官 那 是这样的人 一个一个 一个这样的人 那把我们 人类这么宝贵的 累积起来法律知识 丢到 那么在系统里面 依据文化 依据过去的 一头下人的 习惯 同僚之间的互相评价 凌驾的 专业 法律 正义 这些概念 简单讲 案情各有不同 但是内 这个遭遇是一模一样 有没有 证据 没有 完全 唯一的证据 法官判死刑的证据 是哪里 就是这样 好 他到了21世纪的现在 台湾现在的法院 还在这样判 还在这样子 去 去 去执行所谓的 社会正义 而且 以你我之名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大家 共同的分析 他们三位真的是 我觉得很难受 他们去年最后一次就是 终于宣布 这个 三者定议 无罪之后 他们 马上 搭车 从台北 搭车到台中 看守所 想要去看正信哲 不过台中看守所 不让他们见 就说 都是干理 但是他们去找了 正信哲的妈妈 说 你一定要撑下去 这个社会里面 虽然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也有那样的力量 那 这两本书的作者 我觉得要 特别讲一下 这两本的作者不是我们三个人 他是作家张娟芬 娟芬不能来 原因是因为 他现在又跑去国外读书了 你会想他很年轻 我跑去国外读书 应该是很年轻 没有 年轻跟我一样 我长得比我年轻的事 娟芬总为一位作家 那么 非常优秀的报导文学作家 那么在接触这些案子之后 他开始做了非常多的细致的 研究 整个卷宗 除了律师之外 大概全大家大概都看他看得最详细 他从这里面发掘了故事 写成这样一本书 什么故事 我们的司法体系犯错的故事 他们三位在里面 这个一路辛苦走过来的故事 以及外面所有的 包括义务律师团 包括外面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声援团体 义工的故事都写在这里面 那我们会非常希望就是 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 所以我都会推荐同学看这本书 这样子 那经常看完的反应都是 老师 你要卖盖小师 就要我花了一年更好的钱都 那其实哭是为了什么 除了说制度上的不正义之外 就是你很难想像在台湾 那我可怜 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还有可能是这样子 我其实非常敬佩他们 他们愿意在这样子各地 把这样的故事 以及背后想要去达到的 对司法体系的期待 让全台湾更多人知道 因为说实话 这个案子虽然报纸常常报 那时候偏幅都很大 但是真正有机会可以静下眼看 其实不多 那我非常鼓励 这个案子目前已经到一段落 但是这个案子还在进行当中 那不止他 包括邱和尊的案子 都一样 正信者和邱和尊 现在是AI 就是国际特色组织 列进来台湾两个 就是第一 就是在救援地域顺位的案子 因为他们两个一样 跟他们当年一样 只要保护部长该当 就立刻执行枪决 哦在这样强调 这样的枪决 是以你我之名 为了保障你我 替你我实现正义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事 两位你好 我想要请问的是 就是在你们两位 禁细过这样一段司法原案之后 我现在给你们的 除了金钱的赔偿 又给你们另外更多的 比如说 心理创伤建设 或者是回到社会接吻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很讶异 就是在法案司法给予一个人 这么残酷的判选冤狱之后 后来平反他给予的救援 这么不足的情况之下 这个落差怎么打 那我想要请问我们 台湾司法的制度 到底现在面临改革 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难题 为什么还会有 盛庆扯这个案子 因为已经有第一个案子被推翻 那为什么要推翻第二个 因为请求的自白 而办下一个缘 也会这么的困难 我想知道现在困难点在哪里 谢谢 我们的司法如果说 他们真的有心要面对错误的话 其实当初他们就不应该 设立这条案子的办法 那这条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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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而且只要有疑问的案子 法院他们如果真的抗拒不了强大的民意的话 他们就推给高等法院 又循我们的模式 最高法院和克思法院 一样会对外说 案子是因为所住审判法才确定的 不是说他们判错 那等于是也没有办法真的 让当事人莫得真正的理解 那其实 这种现象也造成说 我们社会上有一部分的人 会认同法院这方面的错误 那对于说 说受诊或被冤枉成 靠入社会的历史 还有心态的各方面种种 都 那个都是要靠自己的 那政府只有一个 形式补偿法而已 那 那这部分就已经非常不公平 那这个制度已经出问题了 我觉得 不要再说 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人制 不是法制 法制不是这样 人制才会这样 然后这个 如果这个法制已经出问题 然后 就从这个制度 朝这个制度 由全民去改善它 而不是以一个案件 然后再说 另一个案件 然后再下一个案件 然后说 然后再家属 然后被 说到家属 就说 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个 这样也不对 应该是由全民去改变这个错误的制度 那我就有讲到这一句 那其实像我一开始讲的 就是说 一个民主 因为民主的国家 我们就其实是应该让 这样子的 改革 可以 不是只有靠司法 内部而已 但是透过整个 从教育 然后社会里面的 这些改变去 去着手这样子 因为 我觉得刚刚朋友问的 其实是很残酷的问题 我不说你的残酷 所以说 在这个case 或者说在目前的制度里面是很残酷 国家做错事情 判错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判错 因为自己国家先做错 你刑求人家 最佳那个自白 好 那依据自白一路看下来 判得不到几十个死刑 结果到最后 宣判无罪 那有要陪人家 关了人家12年 要 但是法官怎么讲 你们当初 那个自白 你们也有责任 你们为什么要牵 没有做 为什么要牵 而且人家打你 就等一下就好了 我很压抑 在那个审判 就是有关培长审判 我看到法官 其实就这样醒来 我刚刚那个问题 不是我评工故撞出来的 有一次 同样是讲这个案件 我跟另外一位当事人 苏建粉 我们两个在现场 也是在高雄 在高雄 在高雄有一次做谈 那个 那个 讲完之后就有 QA的时候就有一位 我们有年轻人 站起来 苏建粉 这个问题可有点冒犯 但是请你见谅 你这个通路到为 关键就是那个自白 所以 你如果当初有尬词一点 不要牵 不要牵你 可就没有后续这些事情 社会里面还是有人相信 讲当然很简单 有趣的 我问大家 如果你是苏建粉 你是当事人 你听到那个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 苏建粉那时候回答蛮妙 他会说 先生 你相信我 如果现在给我十分钟 随便我对你做什么 我经历了那一段之后 现在给我十分钟 随便对你做什么 十分钟之后 我要你讲什么 就讲什么 好 那他认识什么 遭遇是什么 通通在这本书里面 好 我想在那边 我们就不要再 再维护那些痛苦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 基本上 照顾目前还有一部分 是不认错的 在那个什么 就是讨论赔偿的过程里面 都不要讲到什么 心理无导 救援和 这是国外的一个 一个赔偿最基本的东西 现在没有 现在就回国国 还在羞辱他们 对不对 你刚刚 国中毕业而已啊 高中毕业而已啊 所以你们就赔偿金额 就是这样算 诶 是谁让他们没有机会读大学 是国家 是以你我之名 去执行正义的这个国家 那所以我们的体系 现在就是 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那这个案子 为什么会对现在 各大学成为 或者是法律系统 包括同时 人常讨论的案子 甚至 因为这种东西 我们不能只让 事法体系自己来处理 真的不能让自己处理 必须要让全民提升 就是让全民更加的 更加的关注 这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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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认错了还一堆啊 但是不只这样的状况 事实上 民进老师这么八年 陈水扁曾经 两度问过他们三个人 以及辩护律师 你们愿不愿意 去接受特赦 那特赦的前提是什么 要先 认罪 就是说 因为看起来事实话 你一定会把我自己处理 所以你只要认罪 判刑确定 不管判什么刑 我一样就是特赦的 两次去问他们三个人 以及律师 他们三个人回答都 就是一下子 我们就没做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认错 认错了应该是谁 应该是个底细 那所以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三位 或是 我们希望未来 郑敬哲 或者是邱尔寸 他们能够走出来 奸 然后 告诉社会 我们这个体制 还在犯错当中 好 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好 下周末 10月25到27日 在我们附近的高雄 柏尔V8仓库 我们有一个 杀人影展4 这已经是第四届的 杀人影展 而且杀人影展不是每年都有 是每三年才办一次 在各地巡回 10月25到27日 巡回到高雄V8博二的一个仓库 那我们这个电影呢 全部都是免费锁票 但是必须要在每一个电影 场次的前半小时开始锁票 那这一次的影片 其实我们对于死刑 通常都会觉得被害人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一个场次 在看见被害人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死刑跟冤案是离不开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场次 叫做司法冤大头 另外我们也想要知道 加害人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在杀人的时候 他想了什么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场次呢 在关心加害人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另外 亚洲的部分呢 我们同时也会讲到 在于KTV杀人事件主角 郑信泽案的 郑信泽的一个短短的纪录片 那欢迎大家继续留在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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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